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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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人圍著跳舞 難道在這裡開派對嗎 原來他們參加了一年一度的 香港舞動馬拉松 一邊跳舞 一邊為生命熱線酬款 香港舞動馬拉松 已經來到第四屆了 鄺新Richard 想問回 其實這次和往年幾較有何不同 首先規模大了很多 參加者也多了很多 學界比往年差不多一倍上來 而且我們多了我們的活動大師 又多了我們的新的支持者 叫做舞動新星 這次的活動陣容鼎盛 除了有蘇智威、Sunny Wong 這些舞林高手之外 還找來舞蹈組合 Pro5和Heidi 還有女子組合S1 率先在開幕禮上 帶跳勁歌業務 我們平時每天都會練六七八九十個小時 練舞 每一天都 不用吃飯了 減肥 對 所以我們一定會身體力行 一起支持這個運動 我知道這次香港舞動馬拉松 是為了生命熱線籌款 我們也請到他們的負責人 和我們聊聊聊天 你好,Vincent你好 你好 其實想問一下這次活動的目的是甚麼 其實這個活動就是希望透過跳舞 可以跳出生命的正能量 因為我們生命熱線都說是一個預防自殺的機構 所以也看到香港有很多人不開心 希望透過這個活動 可以發佛一些正能量出來 根據香港舞動馬拉松 除了有嘉賓為我們扁跳舞之外 其實也邀請市民和我們一起參與 說明是舞動馬拉松 所以由早上11點跳到晚上8點 連續跳了9個小時 大家別以為跳舞這麼簡單 其實是很消耗體力 不過為了慈善 大家依然跳得不遺餘力